手游酷玩 这应该是猎江枪啊 还有这个猎江网 那都弄出来 咱们准备来一波的这个追赶 这个追赶的话是比较好玩的 哎不好 就怕他们两个出现两个方向啊 这个差一点就让他们跑掉了 右边无需担心 他们会主动踩在地雷上 那也是游戏的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匹配机制吧 那咱们这个道具 还是非常符合这一关的 那么二阶武器的能力 要远远超出咱们的一阶武器啊 那个猎江枪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强 如果碰上带我装甲的敌人 那猎江枪就不是那么特别好用了 那本次也是使用两个猎江网 虽然浪费一个 但完成金牌猎手就不算浪费啊 要知道这个金牌猎手 是不太容易获得的 因为你需要不要让僵尸跑掉 但有的时候僵尸跑掉 也是一个必然的 他们就是这些僵尸 假如说在熊牙边上 一过来自动就跳上去了 这个也是没法避免的 咱们这把换上特斯拉武器 特斯拉武器的优点是距离远 咱们猎江枪试一下啊 哎空中抓漂亮 七个僵尸看看能不能 再次完成金牌猎手 你看这个特斯拉武器电子球 射速快 然后攻击距离比较远 要比猎江枪要好人很多位啊 但缺点是子弹是有数的 猎江枪的子弹是无限的 但它的缺点 如果是向前发射这种的话 还好用 它这个是打完之后 属于是猎杀枪啊 这个枪头这个剑会回来 所以说呢 在有些情况下 哎不是太好用 哎不好 这个枪要跑了 哎 漂亮 全部电到啊 这个帽子都给它电掉 这个帽子是一个铁锅啊 好 咱们就可以跟随老哥 一块回到我们的老家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需要压榨多少东西啊 好 咱们先去陶人街 来去猎捕一下 那么其实四个探测器 还是稍微多一个 如果是三个的话 还是比较可以的 四个的话 其实也可以 那如果您购买了四个的话 就不要再买了 这个能量棒 去购买一些其他道具 会更好啊 因为这个比较多的话 其实也玩不过来 你看这个家伙自己就下去了 这个你看我们怎么做 这真是的 好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因为在唐人街这一关呢 他们并不是标记着 有几个洞 就会出了几个僵尸 甚至一个洞 能出来两到三个僵尸啊 既然这个金牌这种没了 那么也不怕它跑掉 所以咱们尽量的用武器来抓它 你看这个家伙 没跳上去掉上去了 这个还救了它一条命啊 你看想跑 过去 它这个雷枪枪 竟然可以一枪击穿 它的这个木板 我觉得它这个木板 要比咱们这个要硬一些啊 好 一枪 它打中了我们 咱们竟然把上面这个鸽子 都给垫掉了 看来这个武器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去整理一下 那还缺一个小鬼啊 咱们再来猎物一下 如果这个小鬼 能得到以后 就可以完美的 去对这一关 进行一个收尾 那距离68级 去解锁最后一张 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咱们也是尽请期待 圣诞老人出马啊 会给我们留下 很多的能量棒 这个是必须的 这里一个僵尸 扔出补僵匣 看看有没有小鬼 没有小鬼 那么咱一枪打不掉它 它会踩在补僵匣上啊 那也不算浪费补僵匣 那么能抓到僵尸的道具 就是好道具啊 那这三个 这个大脑的公标 就表示有三个僵尸 那只有这一 这个唐人这关是特殊啊 其他关卡目前看都是 有几个就会出几个 哎 有小鬼不好 但咱们已经没有这个2G武器了 哎 他要跑了 哎 千钰一发之际啊 竟然把他拖回来了 这个如果按往常来说 肯定会跑掉啊 那么这一波打了还可以 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游戏评价依然是四星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